嗨,大家好,我是凯哥 OK,我们又见面了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讲的是原型的一些基础练习啊 就是去进行一些话缘的实践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也跟这个原型有关 我们会做一个什么呢 大家都平常在微信聊天经常用的 emoji表情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最基本的emoji表情 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会变成 OK,开始吧 好,开始录制屏幕 那我们首先呢 这边代码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运行一下代码 先看看是个什么东东 好,先画了参考线 然后在窗口中间画了一个圆 就是emoji的底 然后呢是它的眼睛和嘴巴 画完之后重新用参考线覆盖在它上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代码成练 我们是怎么完成的 OK,我们把这个放到旁边 首先导入我们的偷偷库 在这边那么有话说 然后呢,setup这边的窗口的大小和位置 然后呢,背景颜色 一直喜欢用这个很深很深很深的蓝色 后面呢,我们会定一个无痕移动画笔函数 因为在这个整个的绘画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up,go to,pink down等等的 好,这里关进来了 也是复习了我们以前的这样的一个 如何去绘制参考线 我们这边定义了一个函数 就是专门去绘制这样的参考线 我整个屏幕的宽和高是600,对吧 那所以呢,这边我设定了一些相关的参数 画横向的参考线 然后呢,是纵向的参考线 到最后不要忘记 在函数里面你要设计一个命令 让它能够回到原点 OK,然后下面我们定义了一个emoji的这样的一个表情 我想这些命令大家都认识 你看,首先是画了一个圆 然后呢,调用pink go to的 首先是定义这个颜色 只用一个color 这个又是画笔的颜色 又是填充的颜色 然后呢,用pink,用my go to 五痕移动画笔 移动到零-200的地方 写一个begin fill 开始填充 然后画出一个圆 结束填充 那我们整个这个脸就画好了 接下来画眼睛 那画眼睛呢 我用的也是湿口这样的一个办法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 这个画眼睛的位置啊 不见得跟我一模一样 好,后面我们继续看到 在这边呢,眼睛有两个嘛 对嘛 那一个这边是画好的一个眼睛 然后这是第二个眼睛 最后呢,画嘴巴 嘴巴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有一个 开始填充 然后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FD 先画一条直线 然后呢,画一个半圆 再画一条直线 然后呢,再画一个半圆 最后填充 OK,那我们把这个过程啊 可以完整的看一遍 我把这个速度调慢一点 然后调整 OK,你再来看一遍 然后这个就是脸 然后眼睛 嘴巴 OK,完成了 这个是一个基本形态 对吧 好,画完基本形态之后 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比较麻烦 我们看看眼睛和嘴 有没有另外的绘制的方式 这是我们这一刻的一个 第一个知识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去画这个圆圆的眼睛 和它的嘴巴 我们看到 切换到我的第二个程序 那我们看到 在画眼睛这一块 对比之前的画眼睛和画嘴巴 这边用的代码少多了 我们对比前面的 前面也是画眼睛画嘴巴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你看 画眼睛画嘴巴 这个一整屏还看不到 这个呢,一整屏就看完了 画眼睛和画嘴巴 那我们用的就不是circle了 我们用了一个新学的命名 dot dot就是一个点 但是这个点 后面这个六十是多少 是它的直径 大家记得吗 我们画圆的时候 circle 三十 这个是半径 这里呢,dot 就一个点 画了一个直径 那之前这个坐标是多少 负八十五的五十 对吗 这是负八十五的二十 你看 二十和五十之间 正好插了一个半径的三十 所以呢 画点的时候 其实定位的是中心点的坐标 所以我们用画点的方式 一样的可以把眼睛画出来 好,下面我们再看看嘴巴 嘴巴这一块呢 我们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OK,我们看到这里 嘴巴 那这边我是画了什么 一条直线一个半圆 然后呢,又是一条直线又一个半圆 实际上画了一个嘴巴的轮廓最后填充 那事实上我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FD 画了一条直线解决问题 但是呢 我将这个Pin Size 设置到三十 就是这条线很粗 我们画很粗的线的时候 这两边是自带圆角的 诶,同学们 我们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特性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诶,几乎和前面一模一样 对吗 我们把前面的这个也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图摆在一起 其实无所谓,前后 但是这样看上去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完全一样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以点带圆 以线带一个整个的 刚才嘴部的这个形状 就比较的方便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来画我们的笑脸 笑脸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 跟之前的函数不太一样 这个呢 就是我们画的一个笑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前面画脸一样的 画眼睛也是一样的 嘴巴不同了 我们还是用画直线的方式画嘴巴 对吧 Pin Size调到三十 然后呢 Pin Go To到一个地方 Pin Up 然后Circle 我先把画笔抬起来 真正的运行到 我要画嘴巴的地方 然后再把笔放下去 然后呢 画一个弧度为九十的 四分之一个圆 于是这个笑脸的嘴巴 就画出来了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耶,OK 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一般状态和微笑的状态 我们把它合起来 做成一个动画 这个是这一节课呢 第二个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如何做成动画的 那么我们再切换到已经做好的程序里面 我们看一下程序的结构啊 我们加入了一个Emper Time 做动画 一定要加入一个时间库的啊 那朋友们可以看到 我这里DF Emoji One 这是第一个表情 就是常态的表情啊 然后呢 后面自然会有一个Emoji Two 就是把我前面的画的这个没有笑和笑了的这两个状态的函数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啊 分别Emoji One和Emoji Two 好 这一块呢 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绘制过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画参考线 然后呢 画出第一个表情 然后呢 再用参考线去覆盖这个表情 中间停顿一秒钟 Clear 清除整个屏幕 清除之后呢 再画出第二个表情 然后呢 在第二个表情上面 再覆盖一层参考线 再等待一秒钟 这个就是把整个的绘制的过程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接下来 我刚才说的第二个中栏的知识点就在这里啊 那我们要创建一个动画循环 好 这边我们用Try开头 用Accept结尾 这个是异常状态啊 就是排除异常状态 什么叫异常状态 因为你动画在执行的过程中 特别是当我们用到了Well True 就是永久循环的时候 一般我比较喜欢简单一点啊 就用一个异常状态 这样来说 当我们去关闭窗口的时候 就不会报错了啊 所以你写不写 无所谓 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核心代码的部分 Well True 一个永久循环 那么这边首先定一个吹钟 0 那其实标准写法呢 你可以是 因为在这个里面是两个参数 比方是0和后面的一个参数 后面这个参数事实上是Delay 就是你要写你的延时的时间 就你要会写一个延时的时间 那无所谓 我们用系统默认的这个时间就好了 所以0是什么 终极速度就是最快的 好像Speed Speed里面你写0 就是最快 这个呢 我们用最快的方式 先清除屏幕 因为我这个虽然是一个Well True 但是我开始循环的时候 我的前面是有这些图形的 对吗 所以呢 我要先清除屏幕 然后呢 再次画出第一个表情 然后呢 恢复到常态的速度 中间间隔一秒钟 然后继续的用最快的速度 清除屏幕 画出第二个表情 然后再恢复到常态速度 然后中间休息两秒钟 就是我让他这个微笑的表情 保持着长一点点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把这个都关掉 我们来看 画第一个清平 画第二个清平 开始笑 继续笑 OK 这样来说 我们就做了一个emoji的 这样的一个微笑的动画 当然emoji表情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什么苦 什么笑出眼泪啊 然后无脸笑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 把两个眼睛变成两个心啊 然后还有缠着流口水的那个啊 这个大家后面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发挥 做出一些更有意思的emoji表情 好 接下来时间 老惯例 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分钟短视频 关于emoji的整个的知识点 都包含在里面啊 来放视频 制作emoji动画 我们知道如何定义无痕移动画笔函数 并使用坐标轴给画笔定位 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用于绘制参考线 参考线和坐标轴一样 分为横向和纵向 这样的参考线可以协助我们更精准的绘制图形 比如画一个这样的emoji表情 先用circle命令在窗口中间画一个圆 再用dot命令画两个眼睛 将画笔加出 用来画嘴巴 还可以用弧形画出这样的笑脸 将两个表情的函数添加到新创建的动画循环中 保存并完整运行程序 emoji动画就做好了 每天一分钟跟我学Python 我是凯科 关注我 OK 视频现在看完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电脑屏幕中 那在电脑屏幕中呢 我们刚才动画还在一直还在动啊 我们把这个窗口关掉 好 我们今天的课后练习是什么呢 同学们可以尝试做一下 我们切换到另外的一个程序 我们来运行 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动画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什么 眼睛的表情 就这样一下之后 眼睛还眨眼一下 OK 我们把这个表情加进去 同学们试一下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增加了一点点一点点 一丢丢难度 其实对各位来讲呢 这个不算什么 我们把这个表情做出来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讲就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来画太极 OK 顺便呢 我们也会把这个太极做成一个旋转动画 同学们 我们下一讲见 请同学们一定记得关注 点赞 评论 留言 多多转发 如果你喜欢我的课程 那么 请你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它 谢谢大家